你们俩这十年过去还不容易 不容易 每次沟通我也觉得憋屈 他也觉得憋屈 今天沟通都怎么样觉得 今天我觉得我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以前都没有说过 你今天可没说什么话 但是我敢于这样说了 以前都是你轻着你当个轻重 轻着你能打瞌睡 行行行 您今天处得快不快活 不这么快活 还不太快活 因为他从来都没在家里这么跟我讲过 这日子怎么过得挺好的 不是 但是我一个人在生活 我一天就是我一个人 你明白吗 我就是带孩子一个人生活 都没人跟我说话 这孩子上幼儿园了吧 工作去吧 别在家里闹了 他不让我工作 工作了谁照顾家庭啊 家里那么多事情 他没什么花花肠子什么的吧 那我不知道 钱都在他那里 我有怎么花 没得花啊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了 挺幸福的一个 但是家里的女主人又说不出来的苦痛 是吧 哎呀 好难受的 好委屈的 家里的男主人也觉得特别委屈 是吧 我在挣钱养活家 我也没有什么歪门邪道的这个心思 你怎么还不满意我 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方女士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跟我老公一样 都是做房地产的 是管理吗 还是 对 管理多少人呢 二三四个吧 那我觉得在事业上也是很成功的 对不对 现在怎么着了 回家就管理一个娃 还有一个老公不听话 她也不是不听话 她就是不跟我交流 对 所以可算是把您给憋坏了 但是我听二位的交流 我感受到 您在做这个全职主妇的过程当中 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 不要小瞧全职主妇 在2015年的时候 时代中刊 评了一位日本的全职主妇 为影响全球一百人 和他共同获奖的 还有奥巴马 普京 所以全职主妇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但是在中国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全职主妇最担心的 就是三个字 被抛弃 我们这里不存在被抛弃啊 但我听到了三次你离他远去 第一次 是从家里走的 走了五天 您喝喝咖啡啊 看看书啊 你是觉得没有走 但是在他的心里 就是有 对于我们来说 五天是很长的时间 我很难理解到我的先生 五天跟我没有任何的讯息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安全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要回到我的身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第二次 在异地 他出去了 您自个儿换了个酒店 他自己要出去 出去找 我都没有一分钱 我那时候电话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是在这里听到了被抛弃三个字的 到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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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